神雕侠侣是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神雕侠侣在新修版中的重要改动 改动一 尹志平这个角色呢被一分为二 旧版中所有尹志平字样都改成了真志平 而尹志平在金庸全书当中只出场过一次 还是在射雕运转中 神雕侠侣中尹志平并无出场记录 只说他本是秋楚记门下第一高手 因近年来潜心内丹练起之道 武功越来越生疏 慢慢地被曾志平取而代之 此次改动是因为尹志平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并且成就颇高 说他玷污小能女有些对不起先贤 毕竟这种人物很容易遭来读者的唾骂 因此新修版中把这个角色拆分为二 原文称 曾志平是秋楚记的二弟子 在全真派第三代中武功仅次于赵之敬 改动二 新修版中详细地介绍了古墓派武功属性 其特点是只求快不求劲 杀伤力不足 可以理解为纯攻速流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林朝英创武功的时候 只想得打败王冲阳 两人鄙视的话 林朝英只需要在王冲阳身上轻拍一掌 或轻拂下穴道 点到极止 让他认输即可 后来杨过出战没多久后单挑金轮 交手时杨过反被金轮的内力震得生疼 也是为了强调古墓派的武功 古墓派的人对敌时必须使用持剑 否则杀伤力非常有限 改动三 新修版中杨过与小龙女 在古墓生活时就已经情斗初开 杨过的心中多次有非粉之想 还做过春梦 此处增加应该是为了让杨龙的感情更顺畅一些 另外杨过被改得更加油腻了 对陆无双 王岩平 成音等人 都有想轻嘴的冲动 改动四 旧版中林莫愁成名掌法叫做武毒神掌 新修版中叫赤链神掌 谈点神雕侠侣在新修版中的重要改动 改动五 小龙女和黄荣谁更漂亮呢 周伯通教小龙女双手互博述时 新修版周伯通说 或许小龙女的相貌武功都比黄荣高那么一点 改动六 金伦法王这个名字一去不复返 正确教法应该是金伦国师 旧版中说法王是西藏秘宗的 而是旧版改为秘教金刚宗的 一直在蒙古朝廷所在地河林居住 可以说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蒙古僧人 此处改动呢 应该是因为旧版中旧摩制 临至上人 金伦法王连城爵当中的虚道老祖 陆顶纪当中的喇蛮们都是来自西藏 又都是反派角色 为了避免引起公众们的误会 于是将这些人的身份进行了部分调整 如临至上人和穴道门移到了青海 金伦及其门下移到了蒙古 并且取消了金伦法王的西藏喇嘛教法王身份 只保留蒙古国国师的身份 所以金伦法王这个名字一去不复返 叫金伦国师更加准确 改动七 大神官英雄大会上杨过学金伦国师的弟子达尔巴说话 此时黄中提醒杨过用遗魂大法 新旧版中称遗魂大法是王重阳在古墓中所刻 是为了说明可以用它来破玉女剑法 遗魂大法能干扰人心神 心意既不能相通 玉女剑法就不行了 因此玉女塑星剑法的克星除了情花外 恐怕还有遗魂大法 改动八 旧版中尹志平在单相思的小龙女时 是在纸上一遍又一遍书写小龙女的名字 而新旧版中改为 每天到古墓所在的树林外夺来夺去 养头难难自语 后来小龙女二十岁生日 曾志平还偷偷在古墓前放了一盒蜜剑盘桃 两冠蜜枣 写上公祝龙姑娘方程的理解 落款是重阳宫小道曾志平警据 不料这份生日礼物被陆清赌收走了 日后成了招之境威胁曾志平的武器 改动九 确定了杨过和黄耀师的年龄 黄耀师传授杨过弹指神通和预销剑法前夕 原文称 其实杨过未满二十岁 黄耀师已年近八十 另外周伯通比旧版年轻了十岁左右 原文是 周师叔祖就算没有九十也有八十 比黄耀师略大 盘点神雕侠侣在新旧版中终于要改动 改动时 杨过为了破除林墨仇的浮沉 一行人去一家铁浆铺 想打造一副大剪刀 结果发现铁匠铺是冯墨锋开的 此时 林墨仇赶来 冯墨锋谈起师兄师姐们 旧版中说 桃花岛大弟子陈玄峰 周深铜金铁骨 刀枪不入 二弟子梅朝峰 来去如峰 出手 迅捷无比 三弟子 曲林峰 轻功神庙 劈空掌 林立绝伦 四弟子 陆成峰 不但武术精湛 奸善 奇门遁甲 艺术 新修版 射雕对这些人的定位发生改变 因此冯墨锋的话也发生了变化 大弟子曲林峰 行走如风 武功变幻莫测 擅长 铁八卦神功 二弟子 陈玄峰 周深铜金铁骨 刀枪不入 三弟子梅朝峰 虽是女子 但只功利害 鞭法了得 四弟子 陆成峰 轻功神庙 劈空掌 林立绝伦 奸善 奇门遁甲 艺术 改统十一 加强了曾志炳的悔恨之心 当初中南山启动事件后 旧版中称 曾志炳心满意足 甚至还带炫耀 新修版中 则改为满心悔恨 甚至还想去找小龙女 让她一箭杀了自己 自己来生做牛做马 服侍她 千年万年赎罪 后来她怕自己被小龙女杀死 而师门长辈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来找小龙女的麻烦 于是给自己写了一封遗书 大义是说 自己偷看小龙女 木翼更衣未岁 被杀 希望权真派不要为难小龙女 这样写 是为了保全权真派 和小龙女彼此的名声 改动十二 霍都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扎木合的孙子 旧版中只说霍都是蒙古王子 但在新修版中 给他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那就是扎木合的孙子 扎木合是成奇思汗铁木真的 结义兄弟 后来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发生火拼 最后铁木真赢得了胜利 成为了成奇思汗 铁木真处死扎木合后 后代扎木合的子孙 封他们 适代为王子 后来霍都接受 忽必烈伟派 跟着金伦等人 一起对付全新派和盖帮 再后来 金伦火烧重阳宫 霍都轰入盖帮卧底 这两者 其实都是有任务在身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